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这位摆摊的大爷为了证明自己卖的盆质量好 猛摔猛踩却无人问津 看到这一幕真的只有心酸 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失业率大幅提升 许多民众的生活已经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 视频里这位公司老板坐在自己的奔驰上崩溃大吼大哭 绝望的感觉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 中国经济环境差 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支持不下去了 这位老板只能卖车卖房 想到自己奋斗得来的一切 心中怎能不苦呢 大叔为了赚点钱扛着140斤的冰柜上峨眉山送货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相信这是现代中国发生的事吗 只要你用一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 中国百姓的答案不是累就是苦 还有难 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位硕士生优秀代表在毕业时的一番话语 京四座 要是我没上过大学就好了 如果我没上过大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当服务员 可是我上了大学拉不下脸 如果我没上大学就可以找一个没有学历门槛的工作 不用像现在这样进退两难 我真的很想当美甲师 可是我读到了博士 家里人肯定接受不了 要是没上过大学就可以接受一个平庸的工作 不用像现在这样找工作吗 不理想 普通的体力活感觉又对不起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父母的期望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结果不但没改变命运 反而成了命运的枷锁 年轻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 这位年轻女生边说边哭 令人心疼 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在想 我上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大学学的是文案策划专业 每周就那么几节课 和其他全是马克思近代史社会实践课 创业课 反正就是什么什么都懂一点 结果啥啥都不惊 出了学校之后发现 就我这活儿 其他专业上没上过大学的人都会写一点 我从毕业开始到现在面试了将近有50多家公司了 有的公司甚至是实习期一份工资都没有 而且不能转正 我说这是不是脑子不太好 经济不行 中国企业欠薪已经是普遍现象 讨薪曾经是农民每逢过年的日常 如今不止农民建筑工人 公车司机 医院员工等各行各业皆有欠薪的案例 许多人聚集在政府办公楼前进行集体讨薪 甚至那些曾经在疫情封控期间 要无扬威的白卫兵也走上了还我工资钱 抗议队伍 因为疫情结束了 相关政府却无力支付 这群白卫兵的应得费用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真实现状环境 经济不振 民怨四起 整个国家笼罩在衰败的哀嚎声中 企业倒闭 商家关门 股市崩盘 房价暴跌 失去工作拖欠工资 不敢消费 年轻人躺平等等 总而言之日子不好过 几乎成为当下中国人最关注的话题 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头野兽 在中共政治的高压治理下变得变幻莫测 它既能让你一夜之间发家致富 人模人样 也能让你一瞬间一贫如洗 失去尊严 曾经是闭门锁国拒绝西方 国民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中生存 一场自然灾害就能饿死几千万人 对外开放后 大批外企涌入中国 政府引领全民一切向前看 经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处处高楼平地起 社会阶层走向两极 即诞生了一大批富人 也营造出一大批穷人 但富人的光芒屏蔽了穷人的存在 中国人的庞大购买力几乎令西方人感到惊叹 就像中国大妈掀起抢购黄金潮那样 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就是有钱 一场全球新冠大流行 全球都在平稳中度过 唯有中共当局采取世上最不人道的强制封城措施 清零政策下人为灾难不断 人们有钱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 处处上演着守护防线的大白 与要吃饭的居民发生激烈的冲突 四年过去了 百姓突然发现 他们似乎顿入了另一个世界 四年前的生活方式不见了 因为口袋里没钱了 曾经骄傲的赞美中国经济崛起的人们 如今开始无奈的收紧裤腰带 准备迎接苦日子的到来 在疫情持续两年后 各地的倒闭潮 失业潮 波涛汹涌 据广东的媒体报道 仅2022年的前六个月 东莞就有3000多家工厂停止运营 而在2023年上半年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有46万家企业倒闭 310万个体户注销 约373万家餐饮店闭店 全年有2亿人失业 就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之际 2023年8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 在记者会上宣布 由于调查统计工作的健全优化 自8月起将不再发布失业率的数据 而同年6月的最后一次统计数据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20.3% 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 2023年7月份在一项研究中指出 如果把那些躺平的啃老的 无业者也算作失业 中国3月份青年失业率已高达46.5% 今年2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 发布一份小微企业金融健康报告 说通过对2349家小型企业的调查发现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企业承认 财务状况不佳 报告指出河南陕西等地的小微企业 处于金融不健康状态的占比较高 广西和重庆的小微企业金融健康状况 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日常财务管理上80%左右的小微企业的应收 账款拖欠问题严重 资金回流压力较大 而从整体来看 小微企业依然存在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 随着债务不断累积 这可能成为导致小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 进而影响1.8亿人的就业 人们期待到了2024年会有转机 残酷的是中国疫情后复苏不如预期 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消费者勒紧荷包 导致大量餐饮企业倒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2024年第一季中国注销和吊销营运的餐饮企业 也高达46万家 较去年同期猛增 232.6% 粉丝数量高达8.3万的微博网红 餐饮老板内餐 4月20日转文认为 在经历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后 今年第一季的餐饮市场 俨然进入了高速太换期 没能找到突破口杀出重围的餐饮人 餐饮小白们 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抛下 今年第一季 中国有很多知名老牌龙头餐饮企业 也纷纷关门歇业 例如新中市烘焙 两大龙头品牌虎头渣打饼行 与默默点心局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苦苦挣扎之后 在今年开年 虎头局申请破产清算 默默点心局注销了公司 另外 耐学等龙头创业的 副牌大规模闭店 关停 除了底层 百姓正在失去收入来源 而原本的铁饭碗拥有者 也日子不好过 据近期线上招聘平台 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 约32%的中国白领说 去年他们的薪水减少了 从房地产到科技和金融 这些行业都因为受到了 中共政府新的管理制度 而面临打压 从今年年初开始 中国银行业显雪崩式的减薪潮 一些从业人员表示 此前月薪过万元人民币 如今到首月薪仅不足1000元 据澎湃新闻报道 西部某地方性银行的客户经理 赵家今年4月受到当月薪酬 他表示底薪加上绩效 在扣除每年固定的五险一金 到手的不足1000元 上个月这个数字是2000多 而此前他的月薪可以过万 赵家主要负责存款和零售业务 已有12年的工作经验 而他的薪酬缩水最明显的部分是 每月的绩效奖励 今年拉存款所能获得的提成 较此前大幅下降 他的月薪因此下降超过9成 郑州银行董事长赵飞 在该行业业绩说明会上称 郑州银行已提出倾斜一线 优化资源配置和降本增效工作要求 高层薪酬自2024年起分两年 每年压降10% 同时优化薪酬分配极差 将调整出来的薪酬资源 配置到基层员工 自去年以来 银行业减薪一直备受议论 银行降薪的话题 网络浏览点阅数近百万次 更有网民感叹 他经历两轮降薪 平均月薪从8000元降到4000元 第一财经上月报道 平安银行高层降薪幅度超过40% 招商银行民生银行高层降薪幅度 也超过30% 不仅如此 多间上市银行 更实施反向讨薪 引发市场关注 据报道 截至今年3月末 至少7间上市银行披露 去年发放的成绩奖励金 将在今年追讨回来 追讨金额总合达5000多万元 一位大陆网民在微博发帖说 刚开始还房贷 就说要减薪了 日子不好过 另一位网民的帖子 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他写道 现状就是劳动力廉价 市场低迷 失业减薪裁员的情况下 多数人的收入本来就不高 还要再打个折 再加上疯涨的物价 彭博社报道 上海打工族胡先生 离开老家在外面打聘近10年 终于在2020年买了一套房子 再用省市检用积攒下来的钱 买了一辆车做户业 周末当网约车司机 赚钱补贴家庭收入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四年后 他现在感到绝望 房价跌了近四分之一 网约车生意也在大幅下降 他跟乘客聊天时 突然发现原来 大多数人都跟他一样 都在挣扎中生活 都在抱怨执政者无能 在全国范围内 无论收入水平高低 中国企业家和工人的钱包 都在缩水 在广东省从事出口供电设备 贸易的黄先生说 疫情爆发前的几年是他的美好时光 他买了特斯拉电动车Model X 在深圳南山区也买了一套房子 谈到现在的生意时 他说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由于销售疲软且未来不确定 制造商不顾锁定长期合同 黄先生说 对于当地企业来说 2023年比疫情开始几年还难熬 他知道很多人陷入债务陷阱 需要支付昂贵的房贷 还有一些人的房子被迫成为法拍屋 黄的公司已经解雇了5名工人 像恒大这样巨型房企 曾谱写出光芒四射的中国房地产神话 如今却轰然倒下 留下2.4万亿元的巨债 以及遍布全国上百万套烂尾楼 房价大跌令背负着巨额房贷的 房奴们苦不堪言 拥有近30万粉丝的油管旅游博主 培根拍视频诉苦 说自己2019年在位于西安市的西咸新区 以一平你1万1的价格买房 新冠疫情后房价一度涨到1万6 但现在跌到1万不到 现在这个房子呀 这个价格差不多崩到首付 已经全部赔进去了 西咸新区曾号称是国家级的新区 却也撑不住房价暴跌 除了房价跌破成本 房贷利率也让培根一家三口吃不消 因而选择砸锅卖铁先还一些 培根妻子说 4年了本金还了3万1 利息还了20多万 还好银行把利率少了一点 我们贷的时候是5.6% 现在降到4.2% 培根指出在他的小区目前已出现 法拍房在网络流通 二手屋买卖平台也有100多套房在抛售 很多写着房东急售一降再降 房东马上要断贷 在重庆从事餐饮业的陈怡 也是一名心酸房贷族 陈怡在社群媒体上诉说 自己2021年买房花了100多万 疫情爆发封城后房价跌了30多万 每月却还是要付3000多房贷 他说有点想哭 同样后悔买房的是40岁的吴启明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他本于2015年贷款50余万 在北方沿海省份的三线内陆城市买了间房 谁知贷款购物没几年就碰上疫情 吴启明回忆说 武汉肺炎肆虐的三年 家庭收入几乎归零 我大概有7个月左右没还贷款 被银行起诉 他说经过各种协商 房子才没被拍卖 法官告诉他 他们城市太多法拍房 他的房子就算拍卖 三年之内大概率也卖不掉 根据房地产市场分析机构 终止研究院2024年2月1日发布的 百成价格指数报告 今年1月中国100个重点城市 二手房均价为15230元每平米 环比下跌0.56% 以连续21个月下降 同比下跌则扩大至3.96% 其中仅三亚房价微幅上涨 其余99个城市价格环比皆下跌 已连续8个月与90成 二手住宅价格下滑 一位名叫张潮的表示 他来自山东维方市 经过三年的疫情 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想象的恢复原状 而随着中共不断的对企业的国安审查 很多外企逐渐撤离中国 导致中国失业率不断增加 外资缩水 政府国企公务员工资大幅降薪 有的地方甚至拖欠公司 由于收入减少 大家也不敢消费了 很多商家生意惨淡 纷纷倒闭 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 深陷危机 房价大跌 老百姓辛苦一辈子买的房子 严重缩水 民众苦不堪眼 不敢消费的背后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人们对未来的担忧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巨变 使得社会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贸易摩擦 金融风险 就业压力等问题 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 每个人的心态 追求安全感成为了 许多人的首要目标 因此他们不敢轻易放手去消费 近年来 中国的物价一路飙升 而工资上涨缓慢 奖金却直线下降 实际的家庭收入在减少 购买房子本作为人们维系家庭稳定的基石 如今应付房贷也成为了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 由于收入减少 中国年轻人开始精打细算 穷鬼套餐越来越受到中国年轻人欢迎 中国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穷鬼套餐实谱显示 早上花三元吃自助餐吃到饱 午餐选择肯德基19块9OK套餐 下午来杯一杯9块9咖啡醒神 晚餐去7-11便利店买10元的面食套餐 晚上8点半后再去河马先生简陋打折商品 好的感谢您收看或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